图片显示,在与越南有争议的岛屿上正在建设中国空军基地 英国美日电讯 卫星图像显示,中国有可能在南海的黄岩岛上建设一条飞机跑道 这条长达2000英尺的跑道的建设工作处于早期阶段 可能用于轻型飞机、无人机或直升机 黄岩岛是巴拉旺群岛的一部分,被越南和台湾都声称拥有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控制着这些岛屿 并在包括永兴岛在内的几个地方进行了军事化 黄岩岛的建设正值南海局势紧张加剧之际 劳伦、亨土成长为折磨澳大利亚的年龄 英国美日电讯 英格兰女族在悉尼以3-1的比分击败澳大利亚晋级女族世界杯军赛 阿莱西亚、卢索打入了制胜球 助攻者劳伦、亨普被评为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 这场胜利将使英格兰女族与西班牙队争夺冠军 兄弟工业将在中国和印度扩大机床销售基地 日经亚洲 日本电气设备制造商兄弟工业计划 扩大在中国和印度的销售和服务基地 以满足电动汽车零部件生产中使用的机床的日益增长的需求 该公司计划到2025年3月增加在中国和印度的销售办事处和技术中心的数量 它还计划在日本的广岛和福岗县开设新的地点 那里有汽车制造商的工厂 兄弟工业预计 中国对其机床的需求不仅仅是用于电动汽车 还包括半导体制造设备 家用电子产品和医疗设备 在印度 该公司希望进入不断扩大的汽车和摩托车市场 因为该国计划到2030年 电动汽车占乘用车销量的30% 马丁·瓦尔瑟 德国作家 主张在纳粹的耻辱之后 建立新的民族身份认同 复告 英国每日电讯 德国小说家马丁·瓦尔瑟去世 享年96岁 尽管在德国以外并不广为人知 但瓦尔瑟被认为是该国战后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他因对二战后 西德兴起的消费社会进行讽刺而受到认可 瓦尔瑟探索了中产阶级人们 在经济繁荣的好处和个人失败感 以及国家耻辱之间所面临的焦虑 他最著名的作品《逃跑的马》 聚焦于一个隐居的教师与童年朋友的重聚 引发了一场皆是紧张关系和阶级差异的权力斗争 瓦尔瑟的政治观点 从20世纪60年代的共产主义同情 转变为对保守派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的支持 1998年 他声称大屠杀被用作道德棍棒来利用德国的战事罪行 引发了争议 尽管遭到了强烈反对 但许多德国人赞赏他的演讲 并捍卫他表达观点的权利 美国发布了新的与朝鲜相关的制裁措施 财政部网站 路透社 根据美国财政部网站的消息 美国已将三个实体列入朝鲜制裁名单 其中包括一个位于俄罗斯的实体 美国表示无法证实与越境进入朝鲜的士兵有关的评论 日经亚洲 美国国务院表示无法证实朝鲜所称的特拉维斯 金军士的言论 并专注于确保他的安全返回 朝鲜国家媒体声称 金军士于7月18日从韩国越境进入朝鲜 因为非人待遇和种族歧视 他希望在朝鲜或其他地方寻求庇护 国务院的首要任务是将金军士带回家 并通过一切可用渠道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加拿大女子橄榄球7人制队 欢迎澳大利亚队在奥运资格赛前的挑战 加拿大CBC 加拿大女子橄榄球7人制队 在夏季与澳大利亚进行的一系列比赛中获得了宝贵的经验 加拿大队旨在改善去年的表现 他们相信与世界最强队伍的比赛将对他们长远发展有所帮助 由于伤病和发展理念的改变 加拿大队在本赛季中不断调整阵容 与澳大利亚的比赛让加拿大队能够在比赛中学习 而不必承受在比赛中取得高名次的压力 新加坡逮捕10名外国人 查封10亿新元资产以调查洗钱行为 路透社 新加坡警方逮捕了10名外国人 涉嫌洗钱和伪造罪行 这起案件涉及大约10亿新加坡元和7.37亿美元的现金 房产 豪车和其他资产 嫌疑人年龄在31岁至44岁之间 国籍包括中国 土耳其 塞浦路斯 柬埔寨和瓦努阿图 对94处房产和50辆车发布了禁止处置令 总估值超过8.15亿新加坡元 新加坡中央银行表示 已与发现可能涉及的金融机构保持联系 乌克兰船只携带股物从奥德萨起航 测试俄罗斯的威胁 华盛顿邮报 尽管俄罗斯威胁要在黑海强行阻止船只 但一艘装载乌克兰农产品的首艘船只已从奥德萨起航 此前 莫斯科单方面终止了允许乌克兰粮食运输安全通过的协议 俄罗斯继续破坏乌克兰的农业基础设施 萨琳娜 维格曼对阵豪尔赫 维尔达 女足世界杯决赛中教练的对决 英国独立报 英格兰女足主教练萨琳娜 维格曼和西班牙主教练豪尔赫 维尔达将在周日带领各自的球队参加悉尼女足世界杯决赛 维格曼曾在2017年欧洲杯和2019年世界杯上带领荷兰队取得成功 并于2021年9月接任英格兰女足主教练 另一方面 维尔达自2015年以来一直担任西班牙女足国家队主教练 面临着球员不满等挑战 两位教练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理念 预计决赛将是一场激烈的比赛 印度 特里普拉邦的一个部落学校如何打开新的大门 德国之声 印度大才能学校位于特里普拉的卡什拉姆帕拉 是第一所将历史上被排除在教育之外的部落儿童聚集在一起的学校 自2017年以来 学校已经发展壮大 现在有近700名学生可以读到八年级 大多数学生来自雷昂部落 在尼佐拉姆州遭受内部流离失所和种族迫害 学校为学生提供免费教育 学习用品 校服和每日餐食 否则他们将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花旗银行购买大量新已进行利润丰厚的伦敦金属交易所仓库交易消息人士 路透社 花旗银行在伦敦金属交易所LME购买了大量的新 并与LME认可的仓库达成了存储金属的交易 花旗银行购买的确切数量尚不清楚 但过去两天 新加坡LME仓库中的新库存增加了54% 达到141750公吨 随着全球制造业活动的停滞 新的需求也出现了停滞 导致了新的过剩 尽管需求疲软 野链厂仍在继续生产新 这进一步加剧了新的过剩 周三 基准新价跌至每公吨2265.50美元 为两个多月来的最低点 越南电动汽车初创公司在美国上市后 市值超过福特汽车 英国每日电讯 越南电动汽车EV制造商Wenfast 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首日交易中 超过了西方竞争对手的市值 包括福特 Wenfast的市值为850亿美元 而Stellentist的市值为530亿美元 福特和通用汽车分别为480亿美元和460亿美元 尽管Wenfast在2020年录得21亿美元的亏损 但创始人范日旺的财富在首日交易中增加了390亿美元 该公司由范日旺控制 计划于2025年开始生产 并最近在北卡罗来纳州开始建设一家工厂 腾讯计划在2023年推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基础模型 日经亚洲 中国科技巨头腾讯计划在今年推出自己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AI模型 这是该公司在各个业务领域增加生成式AI功能的一部分 腾讯的专有基础模型将被应用于公共服务 旅游 金融和零售等各个业务领域 该公司报告称 第二季度收入增长11% 其在线广告业务增长34% 达到486亿元人民币75亿美元 布里奇沃特的旗舰基金对美国股市持悲观态度 因为涨势逐渐消退 加拿大环球邮报 据路透社报道 世界最大的对冲基金布里奇沃特协会 在7月份对美国股票和国债持适度看空态度 就在此之前 标普500指数的涨势失去动力 该基金对其分析的28项资产中的15项持看空态度 包括美元、金属和全球股票 对于5个类别 包括新兴市场货币和股票 欧元区股票和能源 该基金持中立态度